第一个我用index来做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插入函数 那你可以用什么 简式比参照里面的 如果你用VILO函数 这个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VILO函数会有四个东西 那我要查什么 我也根本不知道 其实我只是要取这个资料 放到这边来而已 取这个资料放到这边来 所以第一个VILO函数不OK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别的 第一个你可以用index 但问题的话 以后要解决问题呢 特别注意啊 你一定要学会的是 怎么去使用一些 你可能也许没有用过的函数 那它函数里面的话 一定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就照着回答就可以 第一个 它问你说 你的array在哪里 array的话呢 我的array的话 只要它array就是范围 然后范围的话 基本上就是从B2 一直到往下 所以Ctrl-Ship向下 OK 就B2到B33 好 那它问你第二个问题说 那Row 哪一列啊 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 特别注意啊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就是这个 第二列就是这个 横向的是列 所以这边本来是第二列的变成这边是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一直类推 一直到底下可能33 32啦 往下 OK Row number Column的话是指的是栏 哪一栏 栏这个范围的话 其实它只有一栏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输入1啦 如果你输入1的话 那按确定 基本上呢 它就会帮你把第一个资料抓回来了 第一个资料 诶 入职时间按确定 那接下来当然呢 太宽了 把它调宽一点点 啊姓名呢 诶 其实姓名就是把这个公式复制 然后放到这边来的话 把它改什么 其实就是把这个范围里面的几列呢 蓝一样 所以这个不用改 把这个改成2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2 打个勾 诶 姓名就过来了 那公号呢 诶 那一样嘛 你会发现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3嘛 诶 但问题不对啊 我如果每个每个贴的话 那我总共有32个资料 那就32次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当然我会需要什么 快速的 向右向下一次就完成 诶 向右向下一次完成 所以呢 你需要怎么样 你需要先把这个Raw Lumber里面的值先变出来 比如说我需要什么呢 1234 5678 诶 一直到32 的一个表格先变出来 所以这个先取消一下 我知道Index原来需要先缺这个 所以我回头再把什么 缺的变出来 那怎么 怎么变呢 1 插入函数 如果我要把那个表格做成 你可以用Column 那Column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他会抓到哪一栏 所以你会发现向右的话呢 4567 有没有 但如果你要变成1234的话 你就减掉多少 减掉3嘛 OK 打勾 向右填满 OK 不错 那再来的话呢 那再来的话呢 可是我要向下拉 要变成1到32的话 可是原来都123 为什么 因为Column只会抓到他的蓝的部分 他不会管你的列啊 可是我如果希望下一列啊 他会自动帮我加 多少 4的倍数 下一个是4的1倍 再下一个4的2倍 4的3倍 4的4倍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一个 加上什么 加上用Raw 因为下一列的话呢 那就Raw 所以这边可以你用Raw Raw 小刮呼一下 这个时候他会抓到你现在在哪一列 那你现在在第二列 所以他回来2 可是问题啊 我这一列呢 不用加4的倍数 所以把它减掉 减掉2 也就是先归0 归0先把它什么 先把它刮呼起来 然后呢 后面记得乘上多少 乘上4的倍数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乘上4 道理很简单 就是你现在第二列呢 减掉之后0乘以4还是0 所以就不加4的倍数 可是如果你下一列变成3 3减掉2 1嘛 1乘上4 刚好4的1倍 下一个 4减掉2 刚好4的2倍 3倍 4倍 一之类推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出什么 就是底下 每一列 就加4的1倍 OK 然后把它打勾 这样的话呢 应该会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向右 向下 有没有 1到3是OK了 那如果1到3是OK的话呢 再来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index里面 所以index这边 范围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control shift向下 那不过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你请你按F4 把它的蓝跟列都加钱的符号 按F4 这个按F4比较快 不然的话你前面自己加钱的话也可以 只是按F4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钱的符号都加上去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哪一蓝 哪一列呢 就把刚刚的这个公式贴上 哪一蓝呢 因为只有一蓝 来源只有一蓝 所以只会是1 好的时候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会不会OK呢 向右 向下 然后呢 这1234一起选 点两下 你会发现 它会刚好 刘洋和OK了 张扬也OK了 那但是呢 这个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阶段OK 但是第二个问题还没解决完 还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不希望前面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不要出现 不要出现 这个功耗也是一样 那要怎么做呢 当然不是叫你土法链钢哦 而是要想办法 把这个拿掉 因为呢 如果这个拿掉的话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工作里面蛮多 以后你们在职场上面 不管哪个行业 只要用到电脑 它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可以解决的话 那就简单多了 OK所以第一阶段 请各位试一下 先用什么Current跟Row 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再用Index 把资料带过来 第三阶段的话呢 我们待会再看 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这边删掉 好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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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